哈喽大家好我是东远 日复一日淘机 现在我们依然是来到了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所有的手机行情都在这里 苹果13已经发布了 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的期待 这个二手机市场里面的老款机器也是瞬间不香了 现在我们先来拿几台这个苹果11 64G的 挑了几台这个美版三网五锁的机器 外观是99新 电池效率的话也是非常的高 像这种电池效率99 100的都属于极品的机器 前一段时间还是要3000多 最近市场上也是掉了好几百 目前的话278就可以拿了 现在我们再来挑一台这个差128G的 这个也是美版三网五锁 它是单卡的 外观橙色也是非常的新 电池效率的话是93也是非常的不错 我拿机器的话要求标准也是非常的高 在保证机器质量的前提下 尽量给大家挑电池效率比较高的 像这种目前市场拿的话是在2300左右 也是比这前一段时间降了100多 目前这个掉下最猛的就是苹果12系列的了 现在我们来拿一个苹果12 64G的 每版三网五锁 前一段时间还是要4000多 现在也是掉了好几百 378就可以拿到这个a14的处理器 性能是非常的强悍 同样搭载a14处理器的这个12pro 128G的最低配即将成为这个老款旗舰 现在市场上也是彻底的崩盘 前一段时间还是要6000多 现在的话像我手上这个99新的充电次数少的 目前大口拿的话是5500左右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更多人倾向选择的12pro max 256G的 最近市场的行情也是非常的乱 变数太多 搞的都不知道具体的价格是多少了 每天去当口问的话都是掉一两百 可谓是一路下滑 前一段时间还是要7000多 现在基本上也接近6000了 所以说大家换机的先不要着急 等这个行情稳定了再说 视频的最后我们来到这个笔记本专区 给一个朋友挑一台这个办公的苹果笔记本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话将被淘机视频的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